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面漆黑的空间中会不会有其他地方和地球一样 那些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存在着 这些星球中最近的也在亿万英里之外 但距离不会阻止人类去探索它们 伽利略是第一个用望远镜观察夜空的人 几个世纪后我们建造了一个伽利略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一个可以看到过去的机器 哈勃太空望远镜 哈勃望远镜是以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为名 它成功弥补了地面观测的部族 在轨道上环绕着地球的望远镜 它的位置在大气层之上 影像不会受到大气湍流的扰动 没有大气散射造成的背景光 还能观测会被抽氧层吸收的紫外线 1990年4月 哈勃太空望远镜发射深空 整个世界都等待着哈勃打开它的巨眼 去探索宇宙的深处 在望远镜发射数星期之后 天文学家大吃一惊 传回来的图片显示哈勃望远镜 在光学系统上有严重的问题 通过对传回图像缺陷的分析显示 镜面边缘太平了一些 来自镜面边缘的反射光 不能聚集在与中央的反射光相同的焦点上 在1993年 奋纪哈勃执行了对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第一次维修 对望远镜进行光学系统安装和矫正 研究人员设计为恶有相同的球面相差 但功效相反的光学系统来抵消错误 相当于配上一副眼镜 修复了哈勃存在的光学问题 之后 哈勃望远镜又经历了五次维修 与更换新的设备 哈勃放远镜一次又一次的出发 将我们当到之前只能梦想的地方 在一组惊人的照片中 哈勃揭开了土星美丽的光环的面纱 螺旋星云令人难以忘怀的冰死凝视 一个优美的蝴蝶 彰显了恒星死亡时的壮丽奇观 它的翅膀是炙热的气体组成 这些气体以时速六十万英里 从冰死星球的中心奔涌而出 哈勃的目光越来越远了 它承载了人类对宇宙空间的向往 越来越多的空间望远镜 正在筹划实施当中 相信不久的将来 宇宙的奥秘终将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